鲁剑 在直播中表现出的冷静、客观、谦虚 使之成为焦点之中的一个亮点 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中 鲁剑是为数不多的能将偶像外表与实力内涵 合而为一的播音员 1972年出生的鲁剑是内蒙古乌海人 在阿拉善蒙长大 1988年8月8日 鲁剑的父亲因为脑血栓而瘫痪 母亲坚韧的性格深深的影响着鲁剑 使他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会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面对 鲁剑在包头师范学院毕业后 被在某次朗诵大赛上拿了第一 而得以有机会当上了银川电视台的主持人 工资收入都很稳定 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银川电视台很看重鲁剑 派他去北京进修 鲁剑仿佛突然打开了眼前的世界 他一门心思想考研 想考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研究生 然而已经参加工作的人 内心很难静下来 鲁剑连考两次 就差眉头悬梁追刺骨了 结果还是屡屡失败 他痛下决心辞了工作 到北京专职考研 当时鲁剑的姐姐已经在北京工作了 多亏他如母亲般的照顾 让鲁剑衣食无忧 最后还真就在第三年考中了 让鲁剑扬名的是当年那场直播伊拉克 他虽不是在前线的战地记者 可是连续数天的直播 他丰富的知识储备 敏捷的现场反应 与专家对话时的有礼有节 让他一战成名 并获得主持人金话筒提名奖 2004年度中央电视台 十家主持人第一名 2005年担当国际频道 今日关注主持人 2010年获得年度金话筒奖 2013年2月参加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 7月参加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表演类节目谢天谢地你来了 个人生活 央视主持人鲁剑的老婆 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郑天亮 郑天亮1978年11月28日出生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人 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国际时讯 午夜新闻两档栏目的主持人 虽然鲁剑很早就喜欢上郑天亮了 但是郑天亮却是很晚才意识到 后来被鲁剑的诚意感动之后的郑天亮 后在北京领证结婚 现两人育有一个女儿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 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注